利拉德这名球员是NBA有史以来风评环境最轻松的 哥开拓者作秀的时候 扛着一人一成的大旗吃尽了红利 打得好了就是玩命吹 什么什么立直倒 仨人不看表 一个决仨球能从韩武记吹到他妈2023年 打得差了也没人批评他 季后赛被醍醐肆虐 被禅阵勇士吊打 这种事情就很少会有人提及 现在被字母哥搜编了 搞了个密尔卧鸡混成旅 一下子鼻孔朝天了 一人一成的招牌都不要了 还想学人家争惯 但是利拉德有这个能力吗 显然他是没有的 今天打个缠阵公牛 对面没有卡罗索 没有拉维 你看看利拉德打成了什么样子 全场17投3中 14分25 比拿森安东尼奥第一网红都能打铁 第四节的关键时刻 达妹的发挥更是重量级 二十多秒的时候 先是运球亮亮呛呛 险些被抢断 后是两罚一中 直接导致得了战绝杀 给熊路拖进了加持 好战是字母哥给力 全场狂砍三次二分12板六助攻 熊路的将士以命相抵 六个大腿得分上双 这才通过加持赛 艰难战胜了公牛 若是霍勒迪还战 球队何至于沦落自私 可即便如此 也没有什么人站出来批评利拉德 倒是哈登 一旦打的不好 就是各种下滑论 不行了之类的说法 喧嚣沉上 引得各路登黑 随地是非 嗷嗷狂欢 可事实是 哈登有体格 有主织 即便他的脚步 没有巅峰快了 基本牌 依然在那搁着 对球队 始终能够提供帮助 利拉德这种类型的球员 运动能力下滑了 才是真正致命级的 攻防两端 都将是球队的拖累 你看看公牛的后场组合 德罗战 赛乔丹 狂砍41分 怀特尔赛科比 狂砍33分 谁见了利拉德 都是随便蹂躏他 来条狗 都在战车身上 拿两分再走 由此可见 打麦的巅峰 彻底过去了 哈利伯顿淘汰赛 给他皱的魂都没了 熊弱的投资 彻底破产了